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劉庚浩 名叫河馬 是紮鐵佬裏面 紮鐵散工的註冊大工 我入行1978年入行 還是喇叭富時代 有個燒刊 大舊你這麼做 做這些只有幾十元 外面紮鐵八一元 我貿貿然跑去判頭問 他很樂意地告訴我 行了 你去深水埗買個歐仔 六個半人錢一隻 即買即入他那裏 給我七十五元 每個行家都去衛生活計 你悲天悶人 喊苦喊忽 偉可憐美靈 你要樂天 你要在你的行業站著腳 你要每一日都付出你的努力 沉重的體力 去換取一日的生酬 有個工友打電話給我 喂 你還不起來嗎 人家外面罷工 我便宜話不說 跟工友一起去到現場 所見的就是工友們 來自四連八方 已經聚結在靠門街 聲勢很大 自己有少少勉力 作一些事 激勵士氣 我寫了八月的祭會 職工盟那本書 印了出來 完全是肺腑之源 我利用那一剎那 半小時之內 思維很連貫 我也不明白 可以寫成的 寫字的東西很怪 一時一日連貫 幾日你都想寫的 一時天雨影響而開不到工 你坐大半天 一望已經下午兩三點了 這樣也會有 美術藝術 沒有社會職業的界限 如果紮鐵是為生活計的話 藝術是為助長人生的 一種激素來的 上太空之大狀舉 下城坊之流浪漢 雙影城翠世太艷良 莫甚於此盛世